2018群百搖搖LPGA台灣錦標賽 進入第二天賽事 前世界球後曾雅尼繳出平標準感72感的成績 兩天合計147感並列第52名 台灣LPGA排名最高的盧曉晴 則是以144感並列第29名 而台灣選手狀況最佳的 就是第一天以68感排名第4的徐維林了 延續首輪賽事的火燙手感 徐維林今天成功抓下5個Burdy 攪出5個Under的67感 兩天總和135感 力壓眾多名將獨居第一 至於首輪表現令人驚艷的年輕小將吳嘉燕 今天則是以高於標準感2感的74感成績作收 兩天合計146感並列第45名 年僅14歲便能踏上群百搖搖舞台 吳嘉燕除了對於能和偶像一同打球感到興奮之外 也相當感謝群百搖搖基金會 平時對選手的栽培 同樣是群百搖搖培訓計畫的年輕選手 卢欣宇兩天下來以153感的成績並列第74名 即將迎來17歲生日的他 首度在比賽期間過生日 讓他是又清又喜 第一次在賽事中慶生 蠻驚喜的就沒有想到會這樣準備就蠻感動的 除了為選手慶生之外 賽會期間群百搖搖還準備了滷肉飯 蛋仔麵 牛肉麵等台灣傳統美食 讓外國選手盡情享用 品嘗道地台灣味 當然除了選手之外 球迷的肚子也不能餓著 大會在第九棟設立了大眾美食區 各式小吃一應俱全 來到球場的球迷也千萬別忘了參加18棟巡禮蓋章活動 換取精美福袋 有看有吃還有得拿 群百搖搖期望在第四回合賽事 能吸引約三萬兩千人進場觀看 快一起來加入這場美麗的盛宴 欣賞世界級賽事 為台灣選手加油吧 我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